大家好,我是幸福的眼泪 这星期我做了一个低糖的 用料非常丰富的多古物吐司 里面加了玉米粉,全麦粉,燕麦片的同时 还加了芝麻和蔓越莓提升口感 我们现在就开始揉面 揉面缸里我已经加了玉米粉,全麦粉,燕麦片,高筋面粉 再加入盐,糖,水,鸡蛋,蜂蜜,橄榄油 放到厨室机上去揉面 先用低速揉三分钟 因为我用的这些材料都是常温的材料 需要降一下温再揉面 不然揉面的时候温度容易升上来 把它们揉成团以后就停下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刚开始揉的时候就是这种状态 很湿年,像一滩烂泥 不要一看到是这种状态就着急加面粉 越往后揉,面粉会慢慢的吸收水分,形成面筋 先用个保鲜袋或者盖子给它盖上点 然后放到冰箱里去冷冻30分钟 30分钟以后,面团已经降温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揉面了 加入鲜酱母,开始揉面 先用低速揉个1-3分钟 把鲜酱母和面团揉均匀 揉均匀以后就可以转中速了 我用厨师机就是3档和4档之间这样切换 最后面揉好以后是这种状态 把面轻轻拉开,可以拉出薄膜 然后把它戳个洞 看一下这个洞口的边缘有非常少量的锯齿 这样子是属于9分斤的状态 揉到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再把这个面团拉成一条线 这个线是直线,不会下垂 两只手稍微拉一下它 会感觉到比较有劲儿,不容易断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配方很快就可以揉出膜 而且很容易揉过了 我这里揉了一个10分斤的状态 给大家看一下 拉开薄膜以后破洞边缘光滑 没有锯齿 把它拉成一条线 这条线稍微有一点弧度 不是平的 而且它的筋度不是特别好 比较容易拉断 揉到这样子也可以继续做 也不用把这个面团扔了 就是它的膨胀力没有9分斤的那么好 面揉好了以后加入芝麻 用低速把它们揉匀 然后就可以起缸了 揉好以后测一下面团的温度 把碳针温度计插进面团的中心点 今天这个面团温度低了点 维持在24-26度之间的温度比较合适 温度低发酵会稍微慢点 接下来要把面团稍微整理一下 这个面团有点粘手 可以把手弄湿 把刮板也弄湿 用刮板把面团缠起来 然后把面团稍微折叠一下 把它整理的表面光滑 就这样放到27度的发酵箱里去发酵 发酵湿度调节在75%左右 差不多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面团会发酵到原来的两倍大 手指蘸一点干面粉 在面团上轻轻按一下 可以看到面团有轻微的回弹 面团上还能留下手指印 这个时候我们要给面团翻一次面 把面团倒出来 可以用刮板帮忙把它铲下来 但是要尽量保持面团的形状不变 这是面团的底部 面团的底部会比较粘手的 可以用刮板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整理成一个方形 然后把一侧折叠过来 再稍微拍一拍给它拍拍气 不要把气全部拍掉 再把对侧也折过来 再拍一拍 然后再从下往上折过来 折完以后表面还是光滑的 如果表面有大气泡的话就拍掉 再把它放回发酵盒里 再放回26-27度的环境里 发酵半个小时 经过半个小时的发酵 它又重新产气 又变大了一些 手指蘸一些干面粉 在面团上轻轻按一下 可以看到面团有轻微的回弹 面团上还可以留下手指印 这个时候就已经发酵好了 我们把面团倒出来 还是用折叠的方法把面团滚圆 其实这一步滚圆也相当于是给面团翻面 这样刺激面筋 可以让做出来的面包口感更Q弹 表面有大气泡的话就给它拍掉 面团滚圆 表面光滑就可以了 表面盖上松弛20-30分钟 松弛好以后就可以整形了 先拍面团 给面团拍拍器 然后再用擀面杖把它擀开 擀完以后再拍拍边上的气泡 然后给面团翻个面 这个面团还是会稍微有一些黏的 会黏在桌子上 可以用刮板把它铲起来 翻面以后用手给它稍微整理一下 整理成一个方形 然后再把两边对折 再擀一遍 再把边上的气拍一下 擀完以后不需要翻面 但是也需要把它从桌子上接下来 这样面筋不注意那么紧 然后把底部拉宽一点 再压薄一点 放上蔓越莓和核桃 放完以后用手压一压 然后把它从上到下卷起来 卷的时候不要卷太松 这个因为有果干 中间有的时候容易有缝隙 放进吐司盒里 放在温度是32度 湿度80%的环境里去发酵 发酵的时候就要准备预热烤箱了 这次尝试了用铸铁锅来烤 如果有石板的话就放石板 没有石板可以放铸铁锅 石板和铸铁锅受热均匀 而且保温性好 把吐司盒放在上面 温度不会下降 而且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膨胀 这样烤出来的面包 既可以缩短时间 还可以烤的比较均匀 但是它预热需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在一开始发酵的时候 就要开始准备预热它了 放一个温度计进去 一定要等它温度达到200度了 才能把吐司盒放进去 预热的温度 我是调的上火200度 下火230度 时间应该是30-50分钟左右 不分上下火的烤箱 可以用180-200度预热 我们这个吐司长到模具的9分满 再放进烤箱里 把手放在吐司盒上 手掌这里可以接触到面团的最高点 基本上它就是9分满 也可以用尺子量一下 面团最高点距离吐司盒顶部1厘米 就是9分满了 面团放进去的时候 烤箱里边的温度一定要达到200度 放的时候最好戴上点手套 不要烫到手 我觉得我这个是危险动作 要放在最下层 然后把上火调到180度 下火不变 烤30-33分钟 不能分开调节上下火的 就用180度烤 时间是一样的 烘烤结束马上取出来 打开盖子 震两下把热气震出来 然后倒扣脱模 就把面包这样倒扣在架子上 刚烤好的面包 外皮比较硬也比较脆 可以在它还没有凉透 还有点余温的时候 就用保鲜袋把它装起来 这样等它凉透以后 表皮就会回软了 一定要封好口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吐司 这三个吐司里 这个吐司烤的是比较合适的 这两个都是有一些烘烤不足 和发酵不足 带盖子的吐司烤好以后 它顶部的角就应该是圆角 不应该是直角 如果是很尖的那种直角 就像底部的直角一样 说明是发过了 中间这个虽然它四个角 也是圆形的 但是你跟旁边的对比一下 它就没有右边的这个那么充盈 这种就是属于发酵不足 而且它白色的部分还比较多 也有一些烘烤不足 左边这个是发酵不足 加烘烤不足 再一点是也有可能 它揉面的时候 面筋也没有揉好 面筋不够强韧 烤的时候它就不会长太高 这个吐司烤完以后 都没有满膜 这次凑巧烤了三个吐司 三个吐司的外形都不一样 正好可以做个对比来分析一下 吐司一定要凉透以后再切片 吃不完的话就放冰箱冷冻保存 这个面包吃起来很香 口感也很丰富 大家也试试看吧 今天的面包就完成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评论,转到 我的面包教程 每周五都会定时更新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 我们一起做面包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